哈喽8代9代社團的車友大家好 今天下午安裝的車種別是CIVIC的8代 這台車非常非常的原裝 車友顧車的非常顧得非常用心 這台是11年款的 是1.8的動力引擎 然後是因為原廠的避震器損壞了 所以就選擇KT的改裝的避震器 那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一下它原廠損壞的狀況 道路板的話 前面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7公斤 後面的話是6公斤 因為車主的也沒有降低車高的需求 所以今天的車高呢 會維持大概跟接近原廠一樣高的位置 也就是前面大概是30V 後面的話也大約是30V左右 它最主要呢是後面的避震器已經損壞了 下鐵套的部分已經損壞了 正常的話呢它的鐵套應該是長這樣子的 但是呢這個已經損壞了 所以它已經脫落了 所以就會有低沉的異音的感覺 那這個是原廠塞下來的避震器 它原廠的上座呢是 在這 上座啊是不需要沿用原廠的 KT的話就有附原廠的上 就有附那個強化的上座 後彈簧的話 上橡皮 上橡皮的話有一個三角形的上橡皮 跟下橡皮的話都需要沿用 後上部的橡皮呢也是沿用原廠的規格 這個是CIVIC八代的話我們經常有開直播分享 如果有關注我們的車友們的話應該就有看過 那北區的話這台車很謝謝車友們很捧場 所以這台車在北區中序的話呢都有實測呢可以供大家來試乘 那覺得試乘之後有滿意再來考慮要不要安裝就好了 那八代的後面呢需要把它的試蓋呢把它拆下來 它的避震器 是在這個地方齁 在 手指頭的這裡 這裡的話呢就有一個旋鈕齁 旋鈕的話呢一樣是在調整阻尼用的 順時針它就是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在這裡 如果我往這個方向轉的話 它就是阻鈕會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那車友的底盤目前都是維持原廠的規格 所以連輪胎呢旅圈呢都是原廠的205556 所以預計它的阻尼尺的話 我們先把它調到一半的位置 KT的話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預計先調到大概15段的位置 因為後面的車主並沒有要降的很低啊 所以 仰角調整器的部分的話就不需要再做改裝了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後面 後面的話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那因為這台車呢它有HID 所以有一個HID的水平感應吊架 後面的話呢這裡有一個大橡皮 然後下方的話呢也有一個橡皮 這些的話都沿用原廠 它後面的話採上大下小的特殊專用彈簧 所以這一條彈簧呢 乘坐起來的感覺相當相當的舒適喔 這個幾乎已經調到最高了齁 所以這台車CIVIC 8代的話呢 KT可以調到最高的設定的話 大概是跟原廠差不多一樣高的位置 後面的防塵套呢是採全造式的防塵套 它能夠全部照住桶芯 所以對桶芯 像這個就是最怕有 我們在行走如果有碰到碎石路呢 石頭飛起來有噴到軸芯的話 就有可能造成軸芯的損傷 所以我們用全造式的能夠把軸芯造起來的話 就能加長延長桶芯的壽命 那如果後面齁 常看直播的車友就知道說 調整車高呢 並不是要靠這裡來做調整 車高的調整呢 是靠後面彈簧上方的這個調整機構 那這一台車最常最常遇到的 就是店家呢會把 比較不熟悉的店家 有可能會把 筒身調的太短 彈簧預載過多 鏡頭拉遠 這個筒身如果調整太短的話 他彈簧預載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而且會有異音問題 然後筒身的壽命呢 也會縮短 所以後面的這台車 等於是整個安裝的重點 就是在後彈簧呢 千萬不要預壓縮過多 預壓縮過多就一定會不好做 然後這個 這邊的筒身呢 他調整長短 並不會改變車高 車高的改變是在這個地方 他這裡的間距變小之後 整體的長度變短 車高就變低 所以這邊的車高調整呢 是在這一個Hilo Key 這一個筒身呢 只是在調整自由行程 在負荷它的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要特別注意 安裝上要特別注意 另外如果 如果有要降低的幅度 比較大的車油呢 就會建議要改仰角調整器 因為CIVIC八代九代的後輪懸吊系統 它能夠調整頭映的角度 Camber的角度的話呢 並沒有辦法調整 所以當車高降的幅度很多的時候 它的後輪就會變得比較 Camber會比較趴 那就會建議要改仰角調整器 把後輪的Camber角度把它校正回來 這個是後輪要特別注意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話一樣是採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七代啦八代九代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上部的話剛剛有提到過了 KT有附一個上座 八代九代這裡有一個維修孔 維修孔打開之後呢 從這裡就能夠做阻擬的調整 順時針的話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調整的方式呢 就是跟後面都是一樣的 在這個地方 八代其實如果沒有裝拉桿的話 也就不用再拆這個整個上式蓋了 直接把蓋子打開 就能夠這裡有兩顆螺絲 那第三個這裡有開一個維修孔 第三顆螺絲就是手指頭這一個 所以這三顆螺絲就都拆得到了 就不用再把它整個室蓋把它拆下來 那這一顆是1.8升的NA引擎 前面的話我們所配置的是 兩百長期公斤的 道路板是配置這樣的彈簧公斤數 那主尼友的話是才義大利IP的主尼友 那IP的主尼友呢 是我們是一整桶從義大利進口 並不是讓IP呢 受選來台灣這座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價格呢 是比較貴的 但是穩定度還有種種的表現呢 都相當的不錯 那八代的調整車高調整呢 就跟後面不一樣了 前面的話呢 是從把這個托盤懸鬆之後 它的藍色腳管往上縮短 車高就會變低 那往下延伸的話 整理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 今天的這裡間距會比較大 跟之前前幾台直播分享的 數據不太一樣 所以這一個車高的話 大概會是 落於三十幅左右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呢 這些都是比照原廠的位置 至於裡面的內部最重要的 壽命油管道壽命的油風 我們左旋用的油風 就是日本NOK的油風 那剛剛說的上座的部分的話 這個上座裡面的話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軸層 那這個指推軸層的品牌呢 我們所使用的是日本KOYO的軸層 所以用料的話 KT在用料部分都相當的不錯 那這個版本八代的話 北部桃園的車友 有很多很多都是安裝KT的競技版 那競技版的話 比較多車友選擇的就是魚眼上座 魚眼上座的部分KT也比較用心 在魚眼上座的下方呢 還有做了一個軸層 所以我們魚眼的壽命呢 都會比業內還要來的長一些些 OK 以上是今天的CIVIC 八代的安裝直播分享 因為都安裝好了 準備上輪胎把車放下來了 如果車友們呢 八代九代呢 因為很貧場 所以我們應該都有辦法安排到實車 讓大家來做試乘 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再請到我們KT的粉絲團 告訴我們小編 那我們KT的粉絲團呢 每天晚上七點鐘呢 也都會分享 不同車種的安裝的圖片也好 或者是文章呢 那很歡迎大家按讚分享 追蹤 謝謝大家 拜拜